我不知在什么是书房进去 我吃很多了 成长中的小朋友 讲究营养均衡 但他们偏偏不爱青菜 这让不少大人伤透脑筋 他面前就是会讲说 哇 这个菜超好吃的 然后就鼓励他 然后直到现在 不管每一天来的是怎样的菜色 他们都会去吃 我一个老师要叫我吃菜 然后配那个饭一起吃 羊羊羊 这样才很好吃 因为工作上的需求 程慧莹开始接触素食 久而久之自己也开始入宿了 我鼓励孩子吃素嘛 但是发现到 我自己也是没有吃素哦 我要孩子做得到 我自己也要做得到 可以让孩子觉得 这整个活动是我们大家都 在一同响应的 有了共同目标 师生的连结也变得更加紧密 我最初会要是叫我 什么是树果星球 我就会吃素 因为是树会长高 然后会保护地球跟爱动物 我去那树果星球 我吃素回到地球 我也会吃素 这样才不会伤到动物 我觉得在带孩子的时候 最重要是要有耐心 还有爱心哦 因为就好像妈妈一样 妈妈就会陪伴孩子 就会觉得不会很厌烦 那我们身为老师的 我们也要用这种妈妈心 去陪伴孩子哦 大海新闻 由静贝 马来西亚报导 在电商快时代的影响下 满刺激环片